今天来探访唐朝的一位名臣大书法家颜真清墓 这里位于洛阳掩施 首先看到墓种前立有三通石碑 两侧的两个石碑分别为明万历年间和清乾隆年间 当地的吃县重修颜真清墓所立 颜真清出身狼牙岩氏 与唐玄宗开元22年登进世帝 历任监察御史 殿中士御史 后因得罪宰相杨国忠被贬为平原太守 安史之乱时 颜真清率义军对抗叛军 一度光复河北 唐代宗时被封为鲁郡公 人称严鲁公 公元七八四年 颜真清被盼往叛军李熙烈的军中 传达朝廷旨意 结果被叛军一杀 终年76岁 他死后 德宗为他废朝五日 追赠司徒 世号文中